关于笔触会一直想抹它怎么办 那就抹啊 如果你一直想抹它 就表示你喜欢比较平滑的风格 抹到你觉得满意了为止 那如果说你就是很想要控制自己 不要去抹它 你想要画出更有笔触的风格 要怎么去改善一直想要抹平它的这个问题呢 有哪一个笔触比较明显的 好这个笔触应该算明显的 这样叠上去它就又多一个东西 但是叠能不能把它叠得很好看 完全不抹它 甚至我不用画超高 我自己是很少很少用到涂抹的这个功能 我觉得你可以先试看看 开一个画布 然后你就只是随性的涂鸦 就先不要预设说这张图 你想要画什么样的画面 抱着一种 反正画坏了我就把它删掉的这种轻松的心情 然后选一个笔触超级明显的笔刷 光用笔触就可以画出一张人脸的 现在重叠到了 现在一大堆笔触了 请问一下怎么办呢 试着去让那些笔触都变成好看的 比如说头发 那你就再画更多线条 来让它整颗头都是笔触的 但有一个小重点 就是你要顺着那个东西原本的文件来画 感觉就不会是一张很好看的作品 但就是试着在一大堆笔触的情况下 可以怎么去弄这张笔 来画一朵花好了 像这样其实光用笔触就可以让它有一些那个颜色更有层次的感觉 所以其实笔触有时候还蛮好用的 可以尽量在画的时候就去思考说 怎么让笔触都是跟那个图可以融合在一起 可以练习画排线 像用铅笔 来画素描 画瓶子的时候 瓶子的形状是这样子 那在上色的时候呢 很多方向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会画圈圈 反正可以涂满就好的这种心态 那这样画出来的笔触 就会很乱 那你就会很想要把它全部抹平 把它变成平的 但如果你就顺着瓶子的方向来上色 像我现在就是顺着它上面的弧度 然后平身的地方也一样 我全部都顺着瓶子的方向来上色 然后上面的这个丫头 只有试着画排线 但是常常排线画太长就很稠 你说像这样画太长 像我刚刚画瓶子的时候 颜面完全是一条线结下 我中间也有这样子把它结起来 可是当你如果只有画两三条的时候 可能觉得那个重叠的线很明显 可是你在把它整个涂满之后 其实没有那么明显 然后我再修饰一下它的外形 甚至说在上面再加一点亮暗 就是当你叠的层次够多的时候 它看起来就会蛮自然的 传统素描的镜物 好来画一个切开的苹果 好造型装好之后 现在就要开始上颜色 我直接用铅笔然后画彩色的苹果上来 这边我就直接顺着苹果的形状的方向 其实这个画起来跟用铅笔差不多啦 然后那个线条啊就是我们手 这样很自然的画下来的时候会是一个弧线 那个作品记得要转顺着你画起来舒服的那个角度来转它 中间的切开的地方 如果不知道怎么处理 笔触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多练习用这种铅笔效果 或是比较细一点的笔刷不要用那种大范围上色的笔刷 然后试着像真的用铅笔或色铅笔在上色一样 就可以更去注意到画图的线条的方向 这样画这个梗也是顺着它长的方向这样画出来 换颜色也一样 但是呢也不用整张图都完全的用这种顺着它的方向 例如说在一些阴影的地方 试试看看让线条是有点重叠的 第一层的线是这样 但第二层把它用这个方向叠上去 同一层的线方向就是要一致 像这样叠上去之后 因为线条的密度变高 所以那个地方颜色自然就会变得比较深了 这件事我目前想到 我觉得如果是想要练好笔触这件事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尺寸小一点的笔刷来画图 然后有意识的去控制你上色手动的方向 就是习惯这种上色方式之后 其实不太需要特别去思考你要画个方向 你会很自然的就会顺着那个方向画图 所以久了之后你的 每一张图的笔触都会越来越自然 就不用太刻意的去要把它抹平 有没有用都可以跟我讲 我也很想知道就是大家用我的方式练习完之后的效果如何 如果真的没有用的话也可以跟我讲 可以再想想看还有什么比较有帮助的方式 自己很害怕画笔触就可以特别去找那种笔触用的特别明显 留的特别明显的作者的作品来看 然后去观察一下为什么他笔触那么多还可以那么好看 因为有时候自己试不出一个方法的话 观察别人的东西就蛮有帮助的 课程的连结放在资讯栏 就是如果大家之后还有新的作业要教都可以再教 或是自己平常画的图也都可以丢上来让我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